下一个 前两天呢 我们报道过南京楼市特别红火的这个消息 这两天还没歇下来 红火还在继续 那整个国庆七天 南京的楼市究竟火到了哪一步 究竟卖出去多少房子 来看记者报道 这里是仙宁的某处宅楼盘的一个项目现场 那么今年的国庆驾行期间呢 该楼盘是推出了368个房源 那么在这的消控表上也看到 所有的房源呢都贴上红月子标签 也表示都卖掉了 那么剩下的几套房子呢 也仅仅是物业用房 那么很多买房人为了跳楼自己合适的房子 是一边找关系打招呼 一边呢是和职业顾问套近户 那么卡拉商为了控制开盘当天的一个销售秩序呢 也是费了不少心思 已经明确告知他们 客户量跟我们供应量已经达到这个这个饱和了 所以说再继续的做这个客户的一项登记 无非就是最后买不到 只是让客户 你更多的客户买不到 那这样子的话 到了局面也不好控制 一些着急的买房人只得脱关系找人 才能将十万元的诚意金交出去 而这只是争取一个买房的机会 像中秋的时候送点什么月饼之类的 就是买房买家给卖家送